農曆新年快到 恭祝各位開開心心笑口常開 我今日為大家介紹笑口組的做法 我們看看材料 低筋麵粉半磅白芝麻半杯80克 1隻雞蛋糖90克 1.5茶匙拋打粉 1.4茶匙梳打食粉 2茶匙生油 2湯匙水 還有適量的油 現在把低筋麵粉放入篩 拋打粉和梳打食粉一起篩 拋勻 白芝麻清洗 讓水浸泡 15分鐘 讓水浸泡 不然不浸泡 炸起來會很快焦 浸泡15分鐘後 平乾水被溶 把雞蛋倒入盤 打爛 然後倒入糖 攪拌 加上油 把糖溶解 還有水 1.5湯匙 留1.5湯匙 逐加減 因為每個地方粉有乾有濕 不一樣 先加1湯匙水 攪拌到糖溶解 用手指來感覺一下 把粉拌入 拌至蛋液和粉拌勻 一塊粉拌 分量 1湯匙水 放在盤上 用保鮮紙 蓋著 靜止15分鐘 鬆弛完 拿出來 分開一塊 搓開一條條 搓兩邊 拉開 搓到一條條 切一粒 大小就像你女人的手指 大小就像你女人的手指 這樣大粒 搓完 放入芝麻堆 搓到大小就像這樣 把4杯油 放入鍋裡 開著火 燒熱 然後拿筷子試一試 如果夠熱 筷子旁邊就有膨膨上來 這個時間 關火 把小口棗放入鍋裡 浸一會 約1分鐘 小口棗就會慢慢浮面 看到小口棗浮面 開火 用筷子 把底部的小口棗 攪拌 炸 筷子 用筷子 把小口棗 撥來撥去 讓它們互相碰撞 才會爆 炸到它的顏色 有少少金黃色 就差不多了 因為如果我們搓上來 它還有些余熱 顏色會變深 所以差不多的時候 要拿它上來 開大火 把油逼出來 將它塗上來 放在 放了手指的碟裡 小口棗已經做好了 你看 個個都笑得 多燦爛 大家早點來 拍下節 如果喜歡的 開心分享出去 下次見 拜拜